5月6日晚 杨幂 霍建华联媒主演的年代励志剧《驻梦情缘》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 这是杨幂自去年宣布离婚后交出的第一部作品 也是他与霍建华的第三次合作 且首度扮演一对情侣 因而令不少粉丝都非常期待 该剧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 以沈其南和傅韩军为代表的建筑匠人们 克服重重困难取得辉煌成就 并推动中国建筑业革新与发展的故事 其间历经时代的动荡 也不乏儿女情长 恩怨情仇 给人感觉非常之波澜壮阔 然而 故事一开始居然是男女主角在一个豪华客厅里吵架 沈其南说傅韩军的父亲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嚷嚷着要报仇 傅韩军则希望沈其南念及两人的恋情和家父对沈其南多年的养育之恩 能饶过他一命 总之 好一通撕逼 原来 故事是采取了盗序 先不说这爱上仇人女儿的戏码是多么老套 单单这盗序方式也太古怪了 一般 盗序切入的点 都选择在故事的高潮或小高潮 这样才有张力 而本剧居然从男女主角吵架这样平平无奇的地方切入 瞬间降低了整个故事的格局 不晓得的还以为是什么狗血偶像剧呢 这还不算 带到进入正序 切入的点不但没有与之前形成呼应 且在一集内就将沈其南父亲之死的谜题给结了 这线放的也太短了吧 如此 一点悬念都没有 还不如干脆就全部都正序算了 待到两集播完 我才明白 这样大费周章的莫名倒序 其实只是为了让霍建华和杨幂提前露个脸 因为后面好几集都是由小演员来出演他们的少年时期 真是为了消费明星 不惜牺牲叙事啊 与此同时 两位主演的状态也很堪忧 老干部霍建华前几天就被人拍到体态臃肿 风采不在 在剧中 他虽然勉强hold住了身材 却藏不住眉眼间的苍老 尤其是两个大眼袋非常明显 而沈其南的人物设定才二十来岁 外形明显不符 1979年出生的霍建华 今年已是四十不获 是不是该考虑转型 不要再为难自己出演这种小年轻了 杨幂的颜值倒是在线的 只是高企的发际线依然苦逼 虽然做了一个比较厚重的侧刘海 却仍不能完全掩盖 反倒显得刘海很假 看着非常不协调 目前 祝梦情缘只播出了两集 还不能就此下定论 希望随着剧情的展开 能扭转开局的不利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